而在高雄有一位民眾是從包包拿出了剛使用一次的行動電源放在桌上 也明明沒有充電卻突然一轉頭就爆炸了 整個行動電源被燒的是面目全非 把他給嚇壞 燒了整整五分鐘之後 他才好不容易自行撲滅 幸好沒有人受傷 爆 怎麼這麼大聲你說嚇一跳 我過來就開始得灰 廖先生把行動電源放到桌上 顧妹多久卻突然爆炸 搞燒得整塊焦黑 現場一片狼藉 行動電源爆炸之後 彈到一旁的牆上 好險沒有燒到窗簾等毅燃物品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十八個早上四五點 高雄的廖先生正準備去釣魚 從背包裡拿出兩個星期前 買來才使用過一次的行動電源 明明不是充電中卻自行爆炸 把他嚇壞 黑煙都是 非常非常恐怖 燜燒嘛 就是一直冒那個小小的煙 我就再澆水 那整個就沒了 爆炸火事燒了五分鐘才熄滅 賴先生跟夜市的朋友 買了定價五百九十元的行動電源 遇上了意外 老闆聯絡在大陸的廠商 也求助無門 晚上說 尋問3C玩家平常如果沒有注意保存 確實會有風險 會建議就是不要劇烈的去碰撞 然後另外一個是電子類的產品 你沒有使用的話 儘量還是要放在防桃箱裡面 放在過熱或是過濕的地方 你又長期的沒有使用電子產品 就有可能會有一些損壞 專家也提醒民眾 每隔一兩個禮拜就要充電放電一次 也提供挑選商品的小撇步 我自己我個人使用 我都是偏向使用台製的品牌 你如果要買入製的 我會建議的話 是要符合我們國家的BSC MI的那個認證 好險這一期以外 沒有任何人受傷 而廖先生的朋友一聽到消息 也立刻將家裡的雜牌行動電源 全部都丟掉 就是害怕類似的情況再度上演 沒有任何人受傷 也立刻了